你可能用這種方式印上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 我覺得不會很恐怖 因為我會覺得 可以去跟他升級 就不會有問題 你就說真的好好講這樣就好了 陸婚琪憑什麼被判刑呢 他還可以再當立委 我講評論你 這個不只是道德瑕疵 行為也有偏差 歡迎收看這集的4862JFM調 國會改革法案 藐視國會罪三讀通過 你怎麼看呢 我們看他怎麼說 其實我第一個印象 我覺得是蠻誇張的 而且他是無上限嘛 他不說你罰一次就結束了 他可以一直罰 如果以工作上來說 或是覺得是蠻頭痛的 對 如果你是完全在這個裡面 受影響的話 那你真的是會非常不開心 然後而且是真的非常容易 全體是不是有點被無限放大的感覺 平靈百姓的話 也是有機會會被叫去質詢 然後如果你們配合的話 就會受到懲罰 為什麼 聽什麼 我問問你們是誰 我覺得是要拿回去重新 而且我沒料到 這麼快就過三讀了 因為接下來好像要申請事件 那如果真的不符合違憲的話 大法公會解釋 國會改革這個本地是好的 程序上確實不是那麼符合人民所希望的 不是那麼透明 應該說是不透明 可能要看 以往這類相關的事情 是怎麼處理的啊 然後或者是如果沒有相關的 可能要借鑑一下 其他國家在相關規定的制定 像是怎麼樣的流程 我才來判斷說 這樣子是合理還是不太合理 當然要多問問 怎麼可能用這種方式印上的東西 或是說 喔 他可以自己報仇了 不是嗎 對人跟民進黨不是 如果他覺得說民進黨跟他是 是自從的 他還講什麼刑罰100條 不知道他自己以前犯的罪是 刑罰100條什麼 我覺得都會很恐怖 因為我會覺得 會去跟他申請就不會有那個問題 你就說真的好好講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 不要很偏激的說 因為可能我本來就比較中立 所以我並沒有特別支持 或是特別反對這樣子 但我覺得就是 在合理的範圍內的話 還是可以討論 不是支持 你現在不這樣做不行 最後有一個結果是怎麼樣出來 我真的要給韓國 兩個大政府 他今天能夠做立法院的樓 我真的不是蓋 可以該提出的法案 都能夠提出來 為了人民好啊 你吃了那麼多 坑了那麼多 貪那麼多 要給百姓一個交代 對不對 你這樣你怎麼樣 去教育下一代 我請問你 對百姓交代 百姓對國家他沒有信心 你真的沒有貪沒有怎樣 你也不怕人家給你吵 你躲了一世 你躲不過一世 你們下面還有這麼多年輕人在 我就不相信沒有一個有正義的 這個國家怎麼辦 我們也希望年輕人心裡 都還有希望嗎 就是要過這樣子 也沒有什麼討論 他也是英雄 他們很大的 要幹嘛就幹嘛 叫來就叫來 我法師傅也是在意說的 最遺憾的是這次都沒有衝 因為可能 任青鶴剛選上也有一些考量 既然是你的立場不一樣 他當然有很多話講 昨天的邱怡寅 用一個扇子打打一下 你看他就要告他 說來講你會痛 怕得多疲 唉 台灣真的不信 這些人真的 沒有一個真正在為台灣 講實在話 我們只能這麼說 我們最氣的並不是說什麼 是這些人 你今天有真正 站在台灣的立場的話 你看許曉星那種 講來聽 那種鳥樣子 真的一個女人 兇到這種程度 真的沒有人可以試他嗎 我是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傅崑奇他在台上 昨天講得那麼義正言實的說 你怎麼怎麼怎麼 那他沒有罪 你法院會跟你判 怎麼隔人的事情嗎 你以為現在的什麼法令 老百姓都不是可以願意 何況是一個那麼大的立委 為什麼台灣現在很多怨氣 我相信你們都有 你要有落實 抓到那種貪污的 你就是要怎麼判呢 你那貪污的 過個幾年他又再當立委 那什麼東西啊 我請問你 你既然他有案底 案底就是不能判 不能當的嘛 這麼很簡單的道理 沃崑奇憑什麼被判刑呢 他還可以再當立委 我請問你 這個不只是道德瑕疵 行為也有偏差 現在已經變成 一個很矛盾的一個社會 講到這大家都去到要死 是希望你來幫我們做事 不是希望你來胡搞瞎搞